据薛碧群和卖淫女张某交代 她们是在8月初 由另一位从事卖淫活动的女子梁某介绍认识的 警方对此进一步调查后发现 薛碧群不但与张某梁某有卖嫖关系 还与多名女性进行过卖淫嫖娼活动 并且多次聚众言论 据卖淫女子梁某交代 她和薛碧群是在今年5、6月期间 通过手机短信建立起联系的 并多次与薛碧群进行性交易 之后通过两某居中介绍 薛碧群又找到了其他多名卖淫女子 她先到一个卖淫女的展途地发生卖淫关系 然后通过这个卖淫女 咱们现在抓获的有十多个卖淫女 基本都和她们发生过卖淫关系 我给她发信息 我说有几个条件挺不错的朋友 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你推荐 然后她就问我 大概有几个女孩 就大概有几个 然后我说四五个 然后她说 那你把她们叫过来吧 我一会就到 然后我就把小孟 小雪小云都叫来我家 你那四个女孩子是怎么跟她发生的关系 谁比一个谁比二个 小雪第一个 然后小孟第二个 然后我第三个 小云最后一个 据我个人的回忆 同时与两名以上小姐发生关系的 有六至七次 最近印象较深的一次 是一个阿杰的女性 给我介绍了两个 给我同时介绍了两个小姐 同时发生了关系 根据薛碧全的供述 她今年从多次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的多个小区出租房内 进行聚众淫乱活动 警方随后将参与聚众淫乱活动的 马某等涉案女子抓获 大概五月份 一个叫蔡宇童的女孩 给我打电话 让我到她家去 我接完电话就去了她们家 进到她们家 她把我带到卧室 就见一个老头躺在床上 然后我就进去了 发生了一次新行为 然后完事 然后她给我留了号码 相互留了号码 然后我就知道她信息 六月份到八月份之间 老顽童给我打了四五次 大概打了四五次电话 有两次打了四五次电话 帮她找女孩 有两次我拒绝了她 就说没有女孩找 其中三次帮她走了 至于这些涉案女子交代 她们并不知道 这个上了年纪的老顾客的真实姓名 只知道她在这个圈子里 颇有些名气 绰号老顽童 狼哥 她眼光很挑剔 要求女孩年轻 性感 苗条 由于她的体貌特征明显 调伤活动频繁 所以通常一眼就能认出来 仔细看 这个照片里头 有没有你说的这个 这个 狼哥 好像是这个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 在被抓获的前一天 薛碧群又找到了 曾经和她互留电话号码的 卖姻女子 马某 并通过她 约来了另外三名女子 一同聚众淫乱 马某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让我跟她找 找点女孩 然后我就跟 轻轻跟妻子打电话 把他们两个带过去了 我去的时候 有 有王立 有那个夫夫 里面还有一个开门的女孩 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几个都在沙发上 有一个女的 穿着吊带身 在里面陪着老头 王立敏带了两个女孩下来了 我就把两个女孩 都拧到卧室 这时看到老顽童跟鸿梅 吃神裸体的在床上 我就问老顽童 两个女孩怎么样 他说 他就留下了一个 我就带另外一个女孩出去了 这些涉案女子提到 这名老顾客 喜欢在同一地点 一次连续招调 或同时与多名女性 聚众淫乱 癖好特殊 还经常拖欠嫖姿 我进去的时候 看到白头画老头 跟那个女孩 拗在一起 然后没穿衣服 女孩穿到吊的事 然后他们 他说 妈 你就坐在旁边 他说这样 他比较刺激 出来了 我就 给王立敏 一千二百块钱 之后 老顽童给我两千 说是 只有两千 下次再说 通过一系列的证据 警方认定 薛碧君等人的行为 已经不是简单的卖淫嫖娼 而是已经涉嫌 聚众淫乱罪 这些多次与薛碧君 发生过 钱色交易的女子 并不知道 这位满头白发的男子 就是著名的天使投资人 网络大V 薛满子 更不知道 被警方抓获的四千钱 也就是8月19号 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 发布了这样的内容 可以容忍邋遢 不能容忍颓废 可以没有学位 不能没有品位 可以风流倜傥 不能纵欲无度 然而在四千后的8月23号 薛满子却因为 嫖娼和涉嫌 聚众淫乱 走进了拘留所 薛满子因涉嫌 聚众淫乱 而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这个消息的曝光 确实让公众恶然 因为爱心和慈善 曾经是薛满子 博文中的常见字眼 他甚至拥有一千二百多万的粉丝 被捕之前 他发布讽刺嫖客的微博 截至目前 网友转发已经超过了 九万次评论的是超过了一万次 一个人一定是多面的 我们的确没办法追求完人 但是一个人既然选择成为网络名人了 那么就有必要把自己最真实的形象 公开使人 这才是这些所谓网络名人 在网络上追求的公开痛 己不正何以证人 言行一致 行胜于言 应该呢 这是两千年来啊 中国文化传统的最起码的要求 是啊 所以在这我们想说 法律的约束不分 往上往下 网络名人的言行 不分 人前人后 另外呢 中国公众的眼睛里不如沙子 那是因为我们共同遵守的 法律和功德 不如沙子 谢谢大家